嗨嗨嗨 又是我又是我 今天就 來到一個很美的地方 突然間有些feel 想跟大家說一說 關於一些video 其實接下來 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現在這個 網絡的世界很厲害 因為為什麼 我最近看到很多 的video Facebook 分享過後 我覺得一件事很厲害 即是 不論到你不相信現在做哪一行都好 你一定要go through 社交媒體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真的會面對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在這個2020年 那天我看到一個 報道 關於一個女孩子 在這個中國 他有7千萬的followers 以前他是做office工 那當他 回到家鄉 那裡 他只是普普通通 簡單單單 每天錄影他的daily live 就是煮一下飯 中蝦菜 或者是去 那些樹等等 就是video給大家 看電影的 普通的lifestyle 有7千多萬的follow 在tiktok 跟著 出名的還有誰呢? 澳洲有一個 出海 潛水 吃龍蝦等等 吃海鮮的 我會share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youtube 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youtuber 只是短短用了三年時間 從他舊擺是一個 office 做工 上班 現在他是一個很出名的youtuber 在這個世界角度 很多人都認識他的 所以你在這裡 即是今天 尤其你敢放下一件事 你敢放手一件事 你去做一些 你覺得 人家不敢去做 或者你覺得 只需要拍一拍 你每天需要做的事 或者是 你所說的興趣 你拍出來 就會有人去看的 因為為什麼? 現在全世界的人 每一個人都在拿手機的 人家很喜歡看 新鮮的東西 或者是 他們沒看過的東西 或者是 甚至乎他們 很難看得到的東西 就OK的了 若然你說 我今天剛剛 剛才做這個video 不是多好 不是多厲害 說真的 沒有人有天生出來 就是很喜歡做這個video 對不對? 甚至乎我自己也是 我覺得現在 以我這個video 我今天所拍出來的這個video 應該是我接近 第五十個video 大家可以看回我 the first video 我自己也很害怕 在我拍這個video 那時候 我覺得 為什麼我 一邊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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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自己也在說話 但是 周邊的人 都在看著我 我在這裏 為什麼這個人在這裏 拍拍拍video 究竟他在做什麼 但其實重要嗎? 不重要的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 今天你想說的東西出來 或者你想所做的東西出來 令到大家可以看得到 給這個世界 帶到更加多的信息給大家 令到大家覺得 其實 不要再停留在那裏了 是時候真的go for social media 因為為什麼? 無論你喜歡不好 或者你又不喜歡也好 其實這個世界 已經開始走到另一個階段 所有人都擁有一個手機在手上 是不需要再錯維在家裡看 平時才可以看到video 你只是需要一架手機 就可以能夠看到 你想看的消息 你想看的戲 甚至乎你想追蹤這個人 馬來西亞有 兩個夫婦很年輕的 應該是JB 我老婆喜歡看的 但是 我之前是不知道她來的 其實她是一個 很出名的youtuber 就是 Jeff和Intira 他們有一個million的subscriber 厲害嗎? 厲害 但是其實 當然她本身自己 都要去自己的生意 但是 怎樣能夠令到你自己 可以有一個million的youtuber subscriber 在 一個 這麼厲害的國家呢? 其實 你只需要 做一些事情 跟別人分享一下 跟別人分享一下 究竟 你每天所做到的事情 是什麼 或者是 你想分享給別人看的事情 是什麼 根本是不需要說 一定要 做生意 或者是做multivator 才需要做到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只是每一天 share你應該share 說你應該說的話 OK? 今天突然間來到了一個 這樣的 feeling 所以我想大家做一個sharing 所以 追蹤我的朋友 一樣 都會在這裡找到我的youtube OK? 還有我所有的video 都會在我的IGTV 還有我的facebook OK? 全部我都會share在這裡 因為為什麼 我 是會 開始不停做video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樣看法 或者是一下來 都會有什麼idea 在頭路我呢? 我都會share 跟大家分享 因為為什麼 我自己好像有點露退化 哈哈哈 露人痴癌 所以 我一定要錄起所有我所記得的東西 對不對? 跟大家分享 因為為什麼 我老婆每天說我 你好像露人痴癌症 三分鐘後 你就忘記了自己做了什麼 所以 我會和你錄更多video 跟大家在這裏分享 Take care Bye